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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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急借躁 來杯山泉水泡的福茶如何 嗯 等會兒喝 我看看電腦怎麼走 恭喜你戰勝大師級電腦 哇 老爸 你怎麼能贏電腦 科技很棒 但人下棋會磨練更多的耐心和智慧 做其他事也一樣 也許會控制自己 啊 外面好熱啊 青菜來了 來考考你 講講福茶 大鼠喝福茶 清涼又去鼠 福茶的組成是金銀花 夏枯草 甘草 哎呀呀 你們一聊起集氣之事就好久 走 下山玩去啦 我才剛來 要獲得食物必須走出去 地上 你去探探路 啊 燙熟了 啊 救命啊 啊 救命啊 啊 啊 地上 該不會是中暑了吧 啊 啊 沒那麼燙嗎 我又活了怕不怕 地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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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去不怕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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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時不這樣的呀 啊 我看人類電視機裡有這樣招弄人的 我就想睡一下 來人了 來人了 聽說指尖大象又獲獎了 那可不 咱們新河鎮草編天下第一 指尖大象是什麼 天下第一 我要定了 前進 新河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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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鼠太熱了 大鼠不鼠 五谷不鼓 那地裡的農民伯伯 街上的蛙麥哥哥會種鼠呀 我們召喚大鼠精靈 看看他有沒有好辦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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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鼠 你能讓天氣變兩塊鮮嗎 嗯 氣溫有點反常 但天氣可不能隨意改變 如果能修好節氣儀 應該就會好一些了 啊 啊 來得正好 我們去大殿商一下節氣儀的修復工作 嗯 嗯 嗯 你們先忙 我找大鼠有點事兒 這麼說 你想通過提升火焰能力 來打敗年獸 嗯 嗯 交給我 我可是下季最火的精靈 教養似火 看我如何翻力 啊 火焰不夠大 啊 啊 快點快大頂啊 啊 爆發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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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鼠 你怎么回事 我 我 大鼠打中的是碎石 没有找到节气仪 不过拖他的符 我发现了一处新的破损 真的有草边的大象 能修复损坏的地方吗 只见大象很有名的 老大 没有只见这么大的大象啊 有情况 老大 快 先躲起来 欢迎来到草边世界 只见大象呢 这些都是 这就是只见大象 它不是指动物的大象 而是说用手指编织草边 成就世间万象的意思 老大 这里比外面凉快多了 没出息 都别出声 外面有人 你们误会了只见大象的含义 不过你们的要求可以完成 那您可以教我们编一只大象吗 来 我教你们 编织的时候要深呼吸 手放松 学会控制力度 嗯 设计图样的师傅来了 我招待一下 你先学着编简单的 我等一下来看你编的怎么样 嗯 好嘞 谢谢阿姨 哎呦 这草怎么不听话 刚刚那个阿姨才说了 要深呼吸 手放松 学会控制力度 你俩在这待着 我去看看他们想干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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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掌握气球啦 嗯 嗯 大家加油 编好大象就能修复节气仪啦 哼哼 那可不一定 哼 可恶 叫麻了 哼哼 哼 老大 老大 我们先出去埋伏 抢走他们的草编大象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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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鼠 你怎么把自己编进去了 哼哼 里面凉快 我等下能出去 真正的草编大象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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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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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天獸 哼哼 烈羊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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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了 哼哼哼 哼哼哼哼�哼 realizing 你怎么在里面 没想到吧 节气精灵 加油 教养四国 春生 年兽 跑不了了 上乙狂 让你了 欺负精灵 不可让兽 我几个乖乖 这家伙火气好大呀 不过 似乎越生气 越没法控制自己的火焰 大厨 你没吃饭吗 你看我好发无伤 鱼兽 毁灭吧 大厨 大厨 讨厌的红色 不过 任务完成 都看见吧 对不起 我能控制好火焰 毁了大象 别难过 没事的 别人只能毁掉 我们手中的大象 但我们脑海里的大象 谁也抢不走 没错 我们已经学会 操编技术了 再编一个就是了 这次 我要编一个更好的 每年宫里的 7月22日至24日间 就到了一年24节期的 第12个节期 大鼠 树是炎热的意思 大鼠 就是炎热之急 大鼠期间 高温酷热 雷暴 台风 甜粉 雨量 充沛 此时是万物狂掌的时节 夏玉米已经拔结玉碎 早到到了生存的时候 晚到也要开始抢重插腰 这个时节 肠胃的消化功能 较为薄弱 饮食以清淡为主 是一只甜瓜 豆芽 西红柿 以及少量的西瓜 我是大鼠精灵 大鼠天气炎热 人体的水分 蒸发消耗过快 大家注意保持水分哦